我们是90%的人会碰到四种灾害 73%的人会碰到 同时碰到三种灾害 我们是在全世界算是 灾害发生频率最高 最脆弱的国家就是台湾 我们比日本还脆弱 因为我们同时会有四种灾害 台风 地震 水灾 旱灾 天然灾害 火灾害不算 这人为灾害不算 天然灾害就是四种 我刚刚讲的数字是世界银行的统计 90%的人会碰到两种灾害 73%的人会碰到 同时有机会碰到三种灾害 就台湾灾害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机率这么高的地方 然后我们没有防灾总署 我们不做灾害保险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真的必须要 好好的 要思考的部分 痛定失痛 但是我们政府也从来没有 因为没有遇过这个部分 没有想过再保险 然后但是没有看看其他 我们的临近国家 日本啊韩国都已经保了 但我们却没有想过要做这件事情 有想过 可是是我们工程单位在想的 譬如说我在工程会就知道说 一定要保险 我为什么要说要保险呢 因为日本311地震 那时候这个日本重创 所以那时候呢 我刚刚讲慕尼黑债宝的保险公司 就跑来找我说 你们台湾需要保险的 万一发生一个这样的地震 其实你们的财务会出现问题的 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 那我们的核电厂该怎么办 那时候在谈说有没有可能 我们会发生一个海啸 所以那时候我还负责 负责什么整个核电厂的这个安检 那时候我在工程会当主委 当政务委员 我们就开 我就去一个公司 开始研究到底东电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个我们核电厂到底该怎么办 然后最后想出一个这个办法 我说最后我说其实最简单的 保险吧 为什么保险 因为我今天讲核电厂安全 你们也不相信 我说我不安全 我政府也不可能说他不安全 老师我问一下 那像如果说要设立这样子一个再保的话 那这个这笔钱是要通过立法院那边的 第一个财政部跟进步感会要认为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政策 就会交代所有的部会 说你们的部会里面 有哪些基础建设是需要保险的 那你需要保险以后呢 你第一个你预算才有办法编进去 不然我今天我把 要是我内政部觉得说 我今天我的这个基础建设需要保险 我把它编进我的年度预算里面 我保证你到立法院一定被删掉 因为大家会讲说 又不会发售 你干嘛编这笔钱 没需要这笔钱 可是问题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要保人寿保险 我要保健康保险 我要保意外险 你买一部车子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买保险 那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 政府不需要保险 为什么我们的核电厂不需要保险 对为什么高铁不需要保险 因为高铁其实也非常的危险 高铁之前老师也讲过说 他经过的在一年下线七公分 云林嘉义地区 他每年都在下线 我都有时候搭高铁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说 他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连高铁 他也没有在保险 你为什么高铁 新建过程有保险 我们的营建法规定 营造法规定 新建过程是要保险的 验收完以后就不保了 那为什么捷运可以不保险 你会想说 做捷运 每天多少人在做捷运 他要是发生一件 真的重大的事情 谁付得起 普悠玛要是有保险 事实上也不用做所有的 所有的东西 而且保险有什么好处 你要去做健康保险 第一件事情 你要做什么 体检 你一定要体检保险公司 才敢先了解你的状况如何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 在保险的话 第一就是包含我们的高铁也好 你都要去 101也好 我们核电厂也好 都全部要重新再检测一次 是不是安全 对 所以我当初 那这笔钱是保险公司付的吗 没有 你自己要付 这本来就是 你今天你去健检 怎么可能保险公司帮你付 可是我觉得 利用保险这个机制 让我们重新检讨 我们的公共建设 然后保险是一件事情 当你拿到体检表以后 你要干嘛 该看医生的去 该调整你自己的生活作息 该调整自己的生活作息 同样的嘛 我们今天大家都讲说 我们核电厂很不安全 保险啊 你只要一保险以后 这个在保险公司 就会派专家来帮你看 他看得比你还仔细 然后他就会开出药方 开出药方以后 我们就照着那个药方 慢慢慢慢改清 我们就变安全了 事实上我们也有保障的 所以保险 不是一个目的 而是透过这个机制 我们重新让台湾的健康检查表 让它出来 那老师觉得台湾的 需要哪一些的保险 就是分项目 所有的公共建设 重大公共建设 重大的公共建设 其实我那时候 也开始在做准备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做灾害浅试图 淹水浅试图 图是有风险地图 这个地质灾害图 土壤液化浅试图 就是我事实上 我已经把图资都做出来了 你要是没有这个图资 保险公司也不会跟你保险 因为他不知道他的风险多大 所以老师的前置作业 就是你在内政部长任内的时候 你把前置作业其实都已经做好了 已经做好了 就是下一步 变成我们的政策 但其实台湾我们刚刚讲过 老师说到台湾的地质灾害的一个数据 其实非常高的 包含有九成 我们可能会遇到台风 台风 地震 汗灾 水灾 对 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 就像是美国德州人 他们也从来没想过 他们有一天会遇到一个大风雪 遇到一个零下17度的一个天气 因为一年四季如下的德州 都会遇到大风雪了 那回头来看看台湾 台湾是一年四季如春嘛 我们讲春夏秋冬 其实在台湾都算是天气算很好的 我们也没有想过 我们有一天可能遇到极端气候 所带来的灾害 我们可能也没想过说 有一天会不会台北市 或者是嘉义 有可能就下暴雪了 或者说有一天 我们可能遇到什么样的一个 地震所带来的一个灾害 然后但是 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因为全球的一个极端气候之下 其实台湾可能要面对的难题 跟挑战是越来越大的 其实台湾面对的挑战 比其他的国家还要严峻 为什么 我们没有邻国 就一个道 我们没有邻国 所以你呢 水 你没有水就没有水 你没有电 你就没有电 其他国家想帮你也帮不了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系统 封闭的系统里面 那我们的挑战是比其他国家 还要来的严峻 然后呢 这个水利署的统计 严重水灾的频率从17年降到2年 每2年会发生一次严重的水灾 严重旱灾的频率呢 从17年降到9年 就是我们严重旱灾的频率的 这个频率会越来越高 所以不是旱灾就是水灾 没有风调雨顺的 今天我早上看新闻 增温水库剩下45% 剩下45% 他要撑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像台积电也好 或者其他的科技园区的这些大企业 他们已经在送水 他们是先买水车 先约好水车水单 你知道他们一度水 最贵的时候卖多少钱吗 多少钱 600块 600块 你也要吞下去啊 因为你生产线是不能断的 不是我们政府卖给我们的一度水 才几块钱了 10块钱 他要花到600块去买 因为他没水 他的生产线又不能断 增温水库现在剩下45% 南科的厂商一堆 然后呢 然后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谢谢大家